七席在新店席上的小乌龟 算起来也是一个骑楼 见着日剧光复到现在 转动着时代的电野巨轮 为大台北的世界点下一盏明灯 日治时期 土仓家族因应在新店经营林业所需 提出龟山水利发电所计划 然因经营不善 改由台湾总督府接受 成为官营加入台湾电力事业经营的开始 1905年 台湾第一座水利发电所 旧龟山发电所竣工 位于北市溪及南市溪汇流处 供应电力至台北城内 蒙甲大稻城地区 夜间灯火通明 写下历史性的一页 即使后有小粗坑发电所的加入 电力仍供不应求 1939年新建新龟山发电所 1943年 随着新龟山电厂的加入 正式取代旧龟山发电所 接下发电任务 电厂建筑室内构造及门窗 仍保留完整日志时期风貌 包含日式模式字符首 木制窗台与铁制扣件 深具历史价值 发电机亦为日志昭和年代 运转至今的老爷爷 2011年登陆为新北市历史建筑 新店西流域的小粗坑 乌莱 龟山 被台电人所溺穿的小乌龟三个发电厂 1975年合并营运 新龟山发电所改名为龟山发电厂 见证了北台湾电力发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